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问我什么东西可以吃喔 其实还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吃啊 像一些水果 像巴勒啦 番茄啊 奇异果啊 那肉类像鸡肉 羊肉 猪肉 鱼 这些都是血糖不容易升高的食物 你都可以吃得很快乐 那你再问我说 哪些淀粉类的东西 尽量不要吃喔 那我可以跟你说一些 像地瓜啦 南瓜 芋头 玉米 还有一些米食类的 像糯米啦 麻薯 这些尽量不要吃 那你就可以活得很快乐喔 像老王这个安妮 他虽然是糖尿病的患者 可是事实上我们在临床上常常碰到的是 不会只是一个单一的糖尿病的患者 他可能会合并有一些 胆固醇过高 血脂过高 或者是血压偏高的这些现象 那就全人照顾的方面来讲 我们希望把三高都控制得良好 所以会希望患者也需要吃降血脂的药 那对高血的药也要顺从 也要服药 把三高都控制得很好的时候 那老王就可以真的过得快乐的生活 好好地享受他的美食 迎来他未来美丽的人生 那糖尿病的患者如果合并有高血压 高血脂的部分的时候 那最基本的就是要按时的服药 那高血压的药物一定要正常地服用 血糖的药物也要服用 血脂的药也要服用 那如果说病患有其他的一些病发症出现 比如说肾功能异常 或者是有中风或者是四肢末梢血管的疾病出现的时候 必须要找专科医师处理目前的病发症 让他的人生才会有好转的可能性 那活动的限制会减少 那病人的生活起居都会是方便安全的时候 病人的人生才会过得快乐 最后再呼吁我所有的病友 希望各位在慢性病的治疗过程当中 都可以很快乐地服药 然后把自己的疾病控制得很好 那你也可以过一个很快乐的人生 要玩就去玩 要吃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吃得很高兴 那天天都笑嘻嘻的 那我看到你们也都非常的高兴 那我相信你也会非常的高兴 谢谢你的合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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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